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卫出兵打仗之前为他祷告 祈求上帝能帮助大卫的军队在战场上得胜 这段祷告词大卫一直记在心里 他也深深相信自己必定会凯旋而归 所以将这一切和自己对上帝的感谢都写进了这首诗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二十篇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映云你 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 愿他从圣所救助你 从西安兼顾你 纪念你的一切贡献 愿纳你的凡祭 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愁散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 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 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现在我知道 耶和华救护他的受高者 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 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他们都屈身扑倒 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 求耶和华施行拯救 我们呼求的时候 愿亡应允我们 在圣经时代 除去征战的各路军队 都会配有自己的旗帜 当时以色列全体百姓都上下一心 宣告这些惊奇 是在神的同在里树林 亲爱朋友 大卫之所以有不一切的信心 是因为他相信 他所以靠的神 就是最可靠的 鼓励你 也许知识 才华 和其他金钱物质 都能为我们提供一些些力量 但是唯有神的爱 才能永远兼顾 带领我们胜过一切风浪 今天你一起试试看 把第七节的经文背起来吧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 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觉苏 求你帮助我 不再单单依赖物质 或是自己的力量 从今以后 我要更有信心地来依靠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我们 祝福你 能一天比一天更有信心地依靠上帝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耶稣 globe 爸爸 无敌a 很痛e 他 都是 腰 红子 什么 是 其ACT 确兔 科